哇哇哇 小爱子眼镜啦 Bye Oh shit Hello everybody 好久不见 我排好了这个位置 就是要来和大家做一个upboxing 这个坐在桌子上的这个upboxing好像非常的serious 想要讲解什么大神秘这样子 其实我两天没有走 踏出这个家门 然后我也踏出我就拿了这么多的passer上来了 想说这么多不如真的是和你们分享啦 OK 先打开这个吧 这个其实是我在IG已经分享过的 我现在就想要来和你们介绍一下 Open这个brand是新加坡的牌子 刚成立的一个brand 然后可以就是有外国的明星呢 去用他们的牌子 然后呢 身价就马上翻倍 你懂吗 因为如果你真的看到Heavy Bieber啊 或是Candle 甚至Kylie都会有这个包 然后呢 盒子打开呢 就有like You can open up now 然后呢 它这个包 我这就是眼里有点太远了 OK 没关系 它是长这样子 黑色的 然后它这边的纹呢 是有一点吐出来的 然后旁边呢 我选这个包的眼睛的定义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chain 然后还有旁边有这个 这一根bin很可爱 然后呢 前面是Open 然后后面是Fone 所以这是他们的眼明快送 Very cute OK OK the next one 这个是 我都在淘宝买的东西 所以下个星期是 Brian的生日的party 他的生日的party呢 是Cyber Park 所以呢 他就是要求我们全部大家不要穿Cyber Park I'm not sure why it's cyberpunk 就有一点 又不是wise ok 又不是gothic 然后他就是 就是那种 很多futuristic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在淘宝买了 几个accessory 然后 I'm not sure why 这个我先开了 在开的时候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身上穿的这个 Way for you 2.0 这是我跟Mum的零零款 这个超漂亮的 我超喜欢 超白搭 然后还有四个颜色 你们回去看 噢 这个是我的电话壳 啊 这个有新的电话壳用了 很cute 之前我就是用这个Castify 然后我一直迟迟不换的 就是因为他们后面有一个镜子 很方便 那我就去买了这个壳 我想说我很喜欢 然后这边有一个镜子 就是just nice 可以给我网罩 哇 我上网了去看 那就可以挂我的 新的520 GAMI 挂一个GAMI 我发现哦 我就是GAMI 营业了一年了 我们牌子有一年的 很多人都在问 欸其实电话壳 要怎么挂这个电话线 电话壳下面不是有一个洞吗 旁边也是会有洞 你就把这个洞这边串过去这个线 它就可以用啦 超cute 哇 有新的电话可好像有新的衣服 这样子的一期吗 对 那种感觉 超cute ok 还有一颗 说欸 可以应该是 就是用higami的时候可以用 太可爱啦 就是另外一个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可是 有看到这个有镜子的 所以我就买多一个 这个是like the old school phone 超可爱 然后还有送这个贴子 所以我觉得它还蛮可爱的 所以我就买了 所以我就买了 这样子 真的 shooting but I like this 就觉得不够近 让我给你们看 超可爱 等一下我再黏一点小贴子在这边 就很可爱了 ok 来啦 我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子 啊哈 这样子比较对嘛 比较近就是 YAMAGI MIOKO 哦 这个是我在小红书刷到的一个 designer brand 是from 中国的designer brand 我最近真的是很爱小众品牌 告诉你们喔 我月底要去韩国 啊我真的好兴奋好兴奋 因为我真的是要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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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超级喜欢那么多品牌 所以需要韩国一定要买小众品牌 YAMAGI MIOKO ok 我在他们家买了一个 饰品 这是他们家的耳环 啊 很可爱耶 爱心的 爱心的 so cute 可是呢 质感不是很好 后面那个 钉吧 就有妹妹的这样子 所以 it's not a good quality but ok便宜便宜 可以买超可爱 这是 好像 不到 100块吧 然后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是他们的 爱心项链 其实我想买 这一个的 可是已经卖完了 所以就买了这个 这个 这些都不是纯钉的 所以就 不可以带洗澡啊 这些 ok so cute 我这里真的是 超喜欢这种 爱心啊 猩猩啊 这种东西 好嘞 ok 警察时刻来了 我就是 为了他这一个 然后去买的 可爱 所以真的是有时候 就是种草 就是这样子 哇 so cute 它是整个就是 爱心包包 然后呢 是巧克力的 其实它有很多颜色 它有红色 黄色 lilax 白色 but 我选的这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不会太可爱 它是整体好像一个chocolate 这样子 上面呢也是这个 爱心的这一个 料饰 然后打开 里面的容量 它还有一个stress sling 这个包好像只有 200多 或者是百多 超便 超便宜的 我觉得这种包要手提 手提会比较好看 那如果你鞋别的话呢 它感觉就是很淡 没办法占 它就这样子 超可爱 我爱 ok good buy ok 有时候你就觉得说 诶 你花钱在名牌端是很贵的 可是就是很信通 买一个包就是二三十千 有时候就是过例正风 过后你把它收在柜子里面 unless你买那种chanel 就是那种比较tastic的那种包 就可以存很久 当作investment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 for fashion 一直想要换包的话 想送品牌真的是 因为现在想送品牌全部都很好看 他们设计都很好看 不输大品牌 好 ok next one 这个是我要拍摄的东西 去选了 chew 那种chew是来自于韩国的牌子吧 最近要拍一个叫 VIP Shop 就是一个SATFON可以在 里面买到很多东西 是好像比如那种 I ASOS那一种 可以看一下 so 这是Daphne鞋子 选了这个 oh so cute too cute for me 然后非常非常的轻 我也不懂Daphne来自什么品牌 然后去看了过后 诶 其实它加了还蛮多鞋子 还蛮不错 然后这一个是 Alphini Alphini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选了L size 它的L也是很小 对 应该够长 然后呢 next one是这个 chew 嗯 真的很cute 所以这个衣服呢 搭那个牛仔裤 然后再搭那个鞋子 再拿一个包 然后呢 应该是 准备这个礼拜六拍摄吧 所以你们就会看到 对 28拍摄 OK 我们去看后面 先拿来 你看这个破掉的 破掉的 破掉的 因为里面太重了 这是Potega 送的一些书 首先有一个卡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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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它们的Summer Catalog 这个绝对可以是一个collection 因为我很喜欢收这种树 Kate Moss OK 活在 我这个年代的人呢 一定是懂 谁是Kate Moss 如果呢 90后 或者是00后的你们呢 我不觉得你们懂 谁是Kate Moss 他是 第一代就是 非常非常出名的模特 对 他 我甚至真的是有买他的书 只是Kate Moss而已 他就是 每次身材超瘦的 他很喜欢露奶 可是超级帅 超级瘦 超级美 是我以前的女生 超级美 超级美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搜索一下她 Kate Moss 非常帅气 OK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里面 哦 他们的new collection 一些 这个我好喜欢 等一下我可以跟 他来一个合照呢 Thank you Bottega ok the next one 我为了去韩国呢 就在Omighty呢 买了几套这个 因为他们现在有25%的折扣 这个也是来自一个新加坡的品牌 他们已经冲出国外了 他们每次都会有给一个emvelope 然后呢 里面是放你的receipt 然后还有送贴纸 哇 这个贴纸很可爱 可以连在我的电话 Coming呢 Gami呢 也是会有这种贴纸 就是在买购纸的东西里面 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可爱甜 然后他们都会有送一个 Tot bag Tot bag 我不喜欢看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那我去韩国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呢 我就特地的买这种小配型 我买的是 size S 欸 好像 感觉有点大啊 Let me try 你看 真的是 有点大 很大 就是不能穿bra 然后穿nippet tape 这样子 Oh my god 这个真的是有点大 我跟你们说 这个是USD 40块一件 大概200多块 200多块一个这样子的single dress 真的真的很好转 Oh my god I picked the wrong size I should pick extra small 他真的好 你说大 其实也不会大 他就是刚刚好在腰这里 可是就是上面有点宽 是我没有胸部的关系 Yeah 所以就感觉很大 嗯 满意度 不到100分 因为他真的是有点大 有人问我 为什么我带家还要戴帽子 还要装臂是不是 因为头发很油 欸 这个 OK 这个感觉还好 这可以 OK 我很想去脱掉这件衣服 我来试试看 OK Back 嗯 好像还好啦 只是上面我没有胸部而已 然后这里腰这里呢 是刚刚好 为什么这种看我的apps跑出来了 有时候运动真的是有差 OK 先换回我的衣服 OK 接下来呢 是我在essence 买的东西 然后呢 是团购 是我 然后我妹妹跟Brian一起买 然后就可以 大家也可以 可以share一下预备 OK 所以 是不是要帮他们开箱 OK OK 这个是 我买的这个 一个眼镜 哦 这个牌子呢 你们要怎么念呢 所以这个呢 一开始呢 我就觉得说 诶 它是不是叫 Couragious No 它不是叫Couragious 它叫Courag 就这么简单 Courag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的logo 如果你们注意到的话 我其实还蛮常穿他们家的品牌的 其实真的是不便宜 他们一件衣服都是要千多块 可是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一个很plain的一个衣服 然后就是一个logo而已 然后呢 为了韩国之旅 都买了这个眼镜 因为现在是summer 韩国人热 先看他们的包装 哇 很cute 我最喜欢这种眼镜袋 喂 你怎么觉得这么小 是小孩子的吗 Oh my god 让我去 做我 为了它这个logo而买 但是很小 我等一下去 哦 OK 还可以 还可以 好看 这是可以拿来拍OOTD 也可以拿来遮太阳 OK Approve 而且它不是全白 它是米白 所以好看 这差不多要 钱多块吧 墨镜的价钱都差不多 哇 那些价钱都差不多 我们随定工 它都要越流 OK 这是他们家的耳环 我又买耳环的 这也是不便宜 这只要千多块 因为现在sns他们有做折扣嘛 我买的都是有20% 30%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dust bag 里面是一个超大 就是他们的logo 一组一优 超Q 我戴上去给你们看 是不是很漂亮 其实我真的很少 很少 几乎没有带这种大耳环 可是这种比较方便 不会太粗的 我就觉得不会很亮 比如说如果我绑头发 如果我绑头发的话 它就会看到它整个logo在这边 很帅 接下来 OK 这是我买的Praying Praying 我是想要买他们家的牌子的衣服 可以看一下这个 感觉有点厚 不适合夏天 可是可以在这里穿 我很喜欢穿这种 拉链的衣服 只可以开到底 然后下面呢 这边也是可以开 所以穿的时候呢 就可以露一些奶 又可以露肚子 所以非常非常的帅气 所以我好喜欢 可是 我已经是在网上 就是很喜欢这个牌子 想要买很久 可是 因为有没有办法去哪里 想说去韩国啦 可以买啦 所以去旅行可能很难 去也要花钱 去那边也要花钱 尤其是去这种韩国 OK 所以这个牌子叫 我是觉得它是叫 R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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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是这个 Oh shit 我一直在想 会不会太大爽 Oh my god 真的很大 这是我担心的问题来了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买39还是40 而且我在这 Essence 还是完全不能推货 我看一看穿襪子 可以补救吗 不懂心情如何的说 所以它可不可以穿呢 是可以 可是如果是39的话 会更好 那如果是穿厚多话 只能是 完全是 没有问题 就是OK的 只能这样子啦 OK LAST ONE 这个呢 是即将要拍的 我来了 即将要拍的 东西 相信呢 你们呢 就是蠢小感觉 可是我也是蠢喜欢 然后它的东西 是 Affordable 然后也是 而且鞋子也是舒服的 Summer calling Summer 是我最喜欢的Summer 我换一个草帽 你们姐 Summer 哈哈 什么概念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 这个水壶 可以用这个水壶吧 这个水壶蛮好看的 隐隐约约的 Charles & Keith的牌子 然后 这个草帽 哇 你看我头发 多油啊 OMG OK 选了这个 包 粉色 我的最爱 哦 它里面 它里面有这个sling bag 这个sling 它有一个float Charles & Keith的一个float 我不打开咯 float ok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包 蛮不错的 然后呢 它有一个 我不常穿的东西 这是一个挑战 哦 是一个高跟鞋 是一个wedges 特地选了白色跟粉色来搭 就是 stay tune for my picture ok 这个传统后的鞋子 它是好看的 它是帅气的 又可爱 这种rober厚地的感觉 大概扣钱 大概一 撞钱 大概 2000多块吧 好吧 今天的unboxing 就到此为止 我希望我可以来一个短视频 我放在IG的 but yeah so that's all for the unboxing hope you guys enjoy so 下一个video见 bye bye so I'm back 哈哈 本来想要 直接结束 这一个unboxing的video 诶 我今天又刚收到 好看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 诶 直接分享 所以这是 身心管你啦 刚到 ok 我的背后还是这么乱 我昨天弄了unboxing 今天我好像换了 不一样颜色的衣服 这套也是wear it for you 的上衣 今天我家的胸店 所以看的有胸 因为我想要直接穿这样子做运动 ok 所以首先呢 先收到这个 Aloha Aloha呢 它是一个 Barcelona的一个品牌 对 之前它没有送过我鞋子 可是太小了 那时候我拿39号 and then穿不到 所以这次我就拿40 我就靠上白板 真的是可以穿 ok 这个鞋呢 是 其实是蛮流行的 最近 然后呢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品牌 他们也是有 出类似这样子的鞋子 这个价钱也蛮贵 这个差不多要整 一千 一千出耶 希望可以穿 Q 哇 哇 真的是太大了 Oh my god 天哪 为什么每次买鞋子都是这么的可怜 唉 等我试一下 真的蛮美的 是现在很流行的 一个巴黎鞋 OK 其实是可以穿 我被它的前面那只头 就吓到 给你们看 这个是有多懒惰啊 是有多懒惰 把那个镜头调下来 走干嘛 嗨 很好看 哈哈哈 OK 好啦好啦 穿给你们看啦 这个鞋子 是这样的啦 它真的 这边真的是有点 小伟大啦 如果是 39的话 我会怕它太小 这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Anyway 是可以穿的 Yeah 接下来呢 就是 Manga London 这是一个London的牌子 它类似有点像Jade的那样子 可是 它的 东西比较不一样一点 它比较 有那种胖的style 比较年轻 好多 首先 首先是他们的一个 皮革外套 XC 这个是蛮美的 哦 它这边有放一个 Manga Skills 超喜欢这种 机车外套 超帅 他们的 他们的牌子的衣服呢 就是在模特儿身上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牌子的衣服的感定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是我拿M M size M size 刚刚好耶 它是比较贴身型的 哎哟 这个 出国的是去event可以穿 OK the next one 我拿了它一系列的 这个是他们的包包 就是我想拿denim的 可是 它的denim so out 现在是denim的 无论什么denim的包 都是会火 都是会红 哦 很cute 个猩猩 我再说而已 我喜欢那种猩猩 爱心 最近 然后就有一个猩猩包 好看吗 我觉得不错 daily use 然后它是牛仔的布置的 然后它的这里的猩猩呢 它这里有印它的那个 Manga 这个 真的是可以daily use 这个包 很小孩子耶 这个包 就感觉我回到去 OK 十六十七岁的时候 有没有 Oh my god 真的是fashion 是一个循环 OK Next one 我这有好多衣服 去韩国啦 都不用买啦 它的一个猩猩的一个top 这个我拿M size 我要想说会不会很大 哇 真的 Guarding真的很小 这个也是很好看 它中间就是 有印字这个Manga Manga Manga sorry 我一直都在念错 是Manga 不是Manga sorry 哈哈 因为我完全真的是 完全是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完全没有哦 直到我就是收到他们的 email的时候 会想说 这就是London的一个小众品牌 而且还蛮 蛮ok的 就是很多东西都卖完 OK sorry Manga London OK 这个很cute 有一个星星在这里 然后 last 就是他们这个cherry裙子 我选的是M号 哇 看感觉很大 可是我故意选这么大 因为 我要穿low waist 这个穿下去应该很好看耶 不要穿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想要去韩国穿的一个outfit 所以你们stay tune for my soul trip 那就可以看到我这个outfit 哈哈 不要穿给别人看 不要这样啦 有点神秘感嘛 然后你们下次看到我的post的时候 才会有fresh的感觉 然后才会给like嘛 对不对 好嘞 因为这个影片呢 我提早拍 然后呢 editor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去 edit这个影片 然后 provider like 我可能明天会收到东西 那也很想跟你们分享 然后I will be back again 就这样子啦 拜拜 这个外套 外套 外套 哇套 哈哈 你摸了回去 哈哈